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外面获得了全新梅赛德斯奔驰SG的讲图 从外形来看,全新奔驰SG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前纳灯组 整体风格与最新的奔驰家族设计保持一致 巨大的作画内部有着横向排布的镀铬饰条 其整体设计也越发的扁平 整车更具有运动气息 并且可以注意到全新奔驰SG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这与叠照次车保持了一致 从尾部来看,新车采用了横向排布的内三角形尾灯造型 从而保持了与家族设计的统一 类似方面,参考此前曝光的叠照来看 新车配备了一块几乎占据了整个中控区域的液晶屏 同时,驾驶员前方的横置全域镜仪表尺寸也更大 至于现款车型全域镜仪表和中控屏横向连通的设计有很大的不同 具有十分夸张的视觉效果 同时,新车还在这块最大的中控屏下方配备了一排功能按钮 其中包括驾驶模式选择、多媒体控制、应急灯按钮以及触控扭灯 这也表明了叠照中的全液晶中控设计将会确定是新一代S7正式的中控造型 不知道的大家觉得这车好看不呢 BRD汽车在其官方公装号上发布了两张BRD汉EV的预告图 图中明显的汉EV字样预示着BRD汉可能最先推出的是纯电动版本及EV测型 前列设计在目前家族式Dragonface语言的技术上有所变化 贯穿式的镀铬四条的中间部分更加粗壮 在视觉效果上显得更加厚重、有力量感 而四条仍然延伸至前灯组内部 延续了Dragonface的设计语言中的元素 其前灯组仪式采用了与现款BRD躺相同的LED矩阵式大灯 侧面造型上其采用了圆润的弧线勾勒出6倍式的车身造型 后续力量感的腰线以赛阳的姿态从后门处一直延伸至车尾 让整个侧面看上去有一种虚实待发的即视感 银色四条勾勒出的车身轮廓使其更显挡次感 据此前报道显示新车会将于2020年第二季度末、第三季度初上市 对该是感觉的可以关注一下 从官方获悉,奇瑞全新一代瑞虎7 Pro正式开启预设 回国外官方便,新车采用了官方名为日药新和全新家族前脸造型 前脸运用了大尺寸多边形前格扇 搭配阵列式LED大灯及转向式流水灯 看上去大气且富有科技感 此外,全新瑞虎7 Pro还提供了几何矩阵钻石高亮前格扇 与点阵式药液前格扇供小辈子选择 看上去感觉质感 车灯侧面采用了与现款车型完全不同的新设计 风力的腰线旋腹式车顶搭配设计 让车身线条更加流畅动感 新车的尾部采用了天际线贯穿式LED尾灯 搭配双边共两处镀铬排气辨识度得到了提高 车灯颜色方面,新车将提供碧玉蓝等五种车灯颜色 全新一代瑞虎7 Pro还提供了双色车身控消费者选择 类似方面,全新一代瑞虎7,瑞虎7 Pro 沿用了类似瑞虎8上的环抱式科技座舱,并提供了三种类似色彩组合科学 同时,新车配备有平底词多功能方向盘,12.3英寸全景仪表 4.25英寸触控中控屏,8英寸的空调液间触控屏 进一步提升了车内的质感 动力方面,全新一代瑞虎7搭载了SQRE4T15C型 1.5T直列四缸8等7 最大功率156马力,封扭矩230牛米 承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变速箱,以及可模拟9速的全新CVT5G变速箱 全新一代瑞虎7 Pro,则搭载了SQRE4T16型1.6T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197马力,封扭矩290牛米 承动系统,匹配7速双链变速箱 新车共将推出1.5T加CVT6MT 1.6T加7DCT三种动力共计8款车型 预售价格为8.69至14.59万元 你会买它吗? 丰天官方发布了1.20GR套件版的新车官图 从外观来看,整个套件版延续了整车的设计 但大灯组前部采用了全黑的涂装 新车与中网直接相连的视觉效果 此外,新车还配备了有造型更加激进的前唇 下部还有着红色的试条 并且该套件版本还搭配了夸张的测试和后裙 并与前唇保持了相同的红色试条 正门下部的翻格旗涂装颇具个性 此外,全新的GR风格轮圈也是套件的一部分 并且知名改装厂商Model Lista也为全新的U20推出了改装版本 相比于风格近进的GR套件版 Model Lista的新车就要缓和很多 虽然前唇侧群和后裙仍然在新车上有所体现 但整体并不夸张 轮圈风格也更加偏向日常取向 在类似方面 Model Lista的U20改装版采用了独特的太飞糖色仪表盘和座椅 其他细节部分则与普通版车型保持了一致 目前两车的动力信息稍微曝光 预计将延续再售车型的配置 据悉两款新车将于东京改装车展测试亮相 喜欢该车的不要错过咯 近日有外媒曝光了一组法拉利首款SUV的渲染图 有趣的是法拉利官方并不太愿意将法拉利与SUV这个次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款车将作为一款FUV进行市场推广 从此次曝光的渲染图来看 新车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车侧的造型较为低矮 尾部配有时下流行的贯穿灯组和四出式排气布局 内部座椅布局方面或将提供两座和四座的布局 据悉该车将在改进版的前置模块画平台上生产 发动机位于前轴后方 双列和变速箱安置在后轴部分 该布局能够提供较好的重量分布 此外该平台还可以兼容V6V8V12发动机 目前官方仅透露新车将提供燃油版和缓动版车型 但法拉利的工程师并不希望将V12发动机与电池相结合使用 因此缓动车型或将采用排量较小的发动机 该车的售价将保持在300万人民币上下 不知道你会考虑购买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订阅关注微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点订阅关注微角